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万通国际投顾 标股临终小的节目 今天4月13号大盘收盘了 今天大盘小跌43点 我们看一下今天开低 为什么会开低 因为美国期货盘在这里跌 美国的确诊人数一直不断的升高 对不对 但是开低之后马上就拉高 拉高之后在这里又慢慢滑落 今天在这里我有一个观念告诉你 什么观念 量缩 量缩是好事 今天如果是爆大量 那就代表有出货盘 所以我在这里是不是一直不断的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你要走标股的模式 你一定在这里有人买的股票 那这个买的是公司派也好 这个买的是法人也好 这个买的是投信外资也好 要买这样的股票 好 大盘这两天会做整理 明天或许再整理一天 后天就要开始往上走 那为什么这样看 各位投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一下看的这里非常的清楚 对不对 我把在这里K线形态跟各位投资朋友讲 这里叫8523点 就是国安基金要进场护盘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你看8523点一路大涨到10 这里有一个缺口 这个缺口你不要想说 马上一根藏红就过 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看我的节目我也明白的告诉你 他必须在这里整理 如果高档整理第五天 也就是说明天再亮说一天 或许有一根下影线 第五天再攻击 是比较漂亮的 因为这个缺口在这里来说压力很大 这个缺口不会马上过去 但是个股就不太一样 个股的表现就不太一样 你要注意到 所以在这里会亮说 亮说 这里亮说好不好 亮说是好事 这里如果是这个大量 那就不对了 大量就不对了 大量就有出货的疑虑 但是各位选股为主 我一直跟各位同事朋友讲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2327的国据 今天2327的国据是不是跌 一开就没高点了 上个礼拜每个人都在讲国据 跌下来每一个人都没有了 怎么可能这样子呢 对不对 那国据在这里我也有讲过 好 各位我们注意到国据 国据是不是从400来498块跌到229块 底部出现两根三根红棒 所以我跟你讲 在220几块 230几块 240几块 甚至270几块都可以买 但是到了这里 你空手的就要先看一下 他今天亮说 亮说是好事 亮说是好事 你要注意到这一根涨停板 这根涨停板是多少价钱 你们自己去查 你注意到他在这三天亮说整理的时候 刚好这个缺口 是不是就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就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各位我要讲的够清楚 你才会了解 对不对 我们应该叫2375的开门也是一样 左方有一个缺口 右方有一个缺口 这里形成一个导状反转 对不对 那这个缺口也没有补 今天没有补 那明天碰到了 亮说 这里爆大量碰到季线 当然过不去 是不是 外资都买在低点 外资这一天还大买 这一天还大买 那这一天在卖 这一天小卖 那你要注意到 外资筹码明天会不会开始 又开始买进了 今天亮说好事 左边缺口右边缺口 所以各位 左边缺口右边缺口 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导状反转 那导状反转 大家必须回撤这个缺口 亮说 对不对 各位还有看到 2478的大买 也是拉回来 那拉回来是不是你的机会呢 是不是空手者你的机会呢 你要好好思考一下 我们看一下大买 大买也是一样 底部上来 这里一根涨停 两根涨停 上个礼拜又涨停 今天跌下来了 那是不是跌到季线 在这里就是你的机会 就是这个涨停这边 当然如果你不知道 各位 如果你不知道 那很简单 要看我们的节目 空单 开放空单是在这一天 这一天开放空单 那空单到现在为止 应该还是小赔 那除非你今天开盘去空他的 跌下来你小赚 但是你要看到这一天开放空单的 在这里也没有做回补的动作 所以在这里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其实被动元件你也不用做太多支 你可以买得起国具的 你就可以买得起华欣科 对不对 华欣科在这里停卷了 他在这里停卷的过程 下个礼拜拉到最高 我们看一下2491的华欣科 是不是拉到最高 对不对 各位这一根涨停板 然后空单回补全部在这三天 那这一根涨停板的低点是 开始拉涨停的这个是多少价钱 你自己去查一下 好不好 月线也扣低值了 所以你不需要去追 我一直讲过 空手者你不要去追股票 但是在底部的时候 你要勇敢大胆的买进 就是这么简单 对不对 各位 我还有跟你报告一支股票 哪一支股票 6230的操纵 看到没有 今天又公差一档涨停板 这个股票你就要积极一点 那老师 我今天没有积极 我明天再积极行不行 那就不行 对不对 各位看一下 他在这里连涨三天 这里报大量 对不对 就见过横盘整理 但是你注意到 他是不是这一根涨停板 的低点都没有跌破 是不是 那礼拜五涨停板 今天又冲高 又是不是报大量 那你就等嘛 等嘛 那老师 我手上有 我是不是可以先卖 下来再买回来 可以啊 你要先卖 当然可以啊 没有问题的嘛 所以在这里 我详细的告诉你 就是这样子嘛 那我们也跟各位投资朋友 所讲的股票 像2342的贸系 今天又拉回来咯 有一些老师带你去追咯 我不会带你去追股票的啦 各位当时贸系我是在20块 在非凡的节目介绍的 拉了一根涨停两根涨停 一根黑棒再一根 今天又黑棒 晾缩了 对不对 这里有一个缺口嘛 这个缺口能不能买 来缺口再说 他为什么会再下来 因为他也要融卷最后回补了 融卷最后回补就是 上个礼拜五跟今天要最后回补了 所以他没有嘎空的力量了 那没有嘎空的力量怎么办 他就慢慢慢慢休息嘛 那你要看法人有没有进来嘛 是不是 那回过头来看一下 GAN大家都知道 叫做淡化价 那淡化价有一支股票 像譬如说各位 3707的 旱磊今天冲上去 收盘在平盘附近 那你就要注意咯 各位 这一支股票今天是收红棒 有上影线 有上影线收红棒 今天有点量 那这一支股票你要注意到筹码 外资连续买了八天 这里连续八天都在买房 那就要注意到今天稍微有量 如果今天 在这里空单增加的话 你不知道怎么做 没有关系 加入我的 各位 加入我的这个盘中及时的 Telegram W1788 搜寻名称 标股临终享 我会在这里 会详细的告诉你筹码 外资买了几张 融券增加几张 都会详细的告诉你 各位 我专门计算主力筹码的 这个主力跑了没有 为什么 我当初跟你讲 有的被动元件不要追 因为主力在这里 有一些有的人偷偷开始跑 有没有 我不会叫你去追股票 因为主力有的偷偷开始跑了 你只要掌握主力筹码 你就标股的攻击讯号 为什么操纵会连续两天 两支涨停摆 各位你知道吗 因为外资跟投信同买 各位我在这里告诉你 底部量缩是好买点 高档爆量是好出货 一定要详细的告诉你 不详细告诉你 你在这里 你都被人家出货了 你都不知道 好 回过头来看一下 各位你看一下 这里是不是出货 大量 创新高 这29块多是创新高 创三个月来的新高 高档爆量是不是出货 那底部量缩在这里 是不是可以买 是不是都可以买 对不对 那你就等高档爆量 它一定会出量的 你放心好了 各位这个跟2342一样 对不对 各位这里爆量 这里再一根爆量 这一根爆量 跟这一根爆量 你注意到这一根爆量 没有比这根爆量还大 但是价钱比它高 再隔天就出货完毕了 但是人家出货在31块 回过头来20块再做买进 量缩又是买点 人家又拉了两次涨停摆 那你才想到说 拉两次涨停摆 我要去追 我要去追 不是这样子做的 我在非凡节目介绍的时候 分享给你的时候是20块 拉了一根两根涨停摆 是不是 对不对 各位这个道理很清楚的嘛 再来看一下 对不对 像这一档凯美 从24块涨到37块 涨到季线了爆量了 那你想要去追 那就不对了 但是拉回量缩了 他会再供一次啊 那我会把筹码在我的 Telegram里面告诉你 那为什么你要加入我们的Telegram 各位在这里要 为什么要加 搜寻账号W1788嘛 是不是 各位 买卖点我都告诉你啊 像譬如说 拉回来补缺口的位置 什么位置量缩的时候 你可以买啊 什么时候你要做获利的动作啊 W1788会告诉你 标股临终享嘛 对不对 专门计算主力筹码嘛 掌握标股的攻击模式嘛 你一定要掌握得住嘛 人家拉涨给你就赚到了嘛 对不对 像我们买20块的帽戏 大概在25块左右 就叫会员全部出光了 出的不是最高点 因为最高25块5啊 但是也很漂亮啊 因为差几毛钱嘛 你买100张也可以赚50万嘛 你买10张 也可以赚5万块嘛 是不是 所以各位就是这样子 那今天有一些爆量 有一些下沙的股票 你要注意到 在这里不是很漂亮哦 我们再给你看几档股票 像譬如说2492的 这个量缩啦 量缩的很小啦 就可以注意找买点 但是不是每一档股票都这样哦 我们举例来说 像4935的帽林 今天爆量哦 老师你不是说这支股票很好吗 对啊 我讲很好啊 我讲很好是在哪里讲很好 我讲很好是在这里讲很好 那今天是不是爆量下沙 这里有涨上来的时候 有涨停涨停涨停 三个涨停的跳空缺口 啊月线在这里扣低 你就等嘛 等嘛 关键价在哪里 我也提示给你嘛 对不对 那你今天去追 就不对啦 上个礼拜我去追 也不对啦 对不对 那我跟你平盖股 什么剪刀脚的 我怎么都获利出光啦 是不是 再来跟你讲一下 像譬如说6462的神盾 各位这档股票 我们跟你讲的时候 都是在低档哦 在低档哦 底部三红嘛 这里是买点嘛 你看他今天亮说了 这个缺口虽然在这里做回补 你有没有注意到 每一支的电子股 几乎都会回补这个缺口 这个缺口是什么 就是大盘10170 到10300那个位置嘛 就是大盘那个缺口嘛 我们看一下2327的 缺口是不是在这里 他也回补啦 我们看2375的 凯美是不是在这里 他也回补啦 他回补之后 本来就会回撤这个缺口嘛 那你就等嘛 那再来看到3707 各位 他没有缺口 他没有缺口 所以这一档股票 那明天如果越过25块4 就走上去了嘛 他两天的高点都一样嘛 那你要看筹码嘛 外资有没有买 融券有没有增加 所以各位啊 我在这里跟各位投资朋友 讲的都很详细 当然我不可能每一档个股 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把你讲的太清楚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要做什么事情 你要做搜寻W1788嘛 在我的Telegram里面 我会告诉你嘛 那标股林中小在这里会告诉你嘛 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怎么样去计算筹码嘛 你要计算筹码 你要知道筹码在谁家 如果是在法人的手里面 你放心他会再拉 那如果是在散户的手里面 融资很多 这就在洗盘了 最近融资开始慢慢增加 大家又有信心了 很喜欢追股票 对不对 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4935的茂林 这里大家很敢追啊 要看过季线了 大家很敢追啊 不对啊 从这里到这里涨了60%了 你还敢追 如果是我我不会追啊 对不对 你会说 老师我在这里可以短空吗 可以啊 如果有券的话 因为他们最近都在做融券回补 是不是 像3661的四星 也一样啊 你在这个附近有什么好追的 这个附近真的不要追啊 他跌到这里你是买点啊 上来啊 像3406的郁金光 这里有什么好追的 这里有什么好追的 对不对 3406的郁金光 各位也是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郁金光在这里有什么好追的 在这里追容易套牢啊 那跌到300块你不买 拉回来你不买 啊涨到450 刚好600块跌下来涨到450 这里就是关键 就是不能追 所以我在这里很详细的告诉你 一些指标股 我在这里都会很很明白的做说明 好 在这里我们照啊 在我们的全图啊 在我们的全图啊 盘中及时加入Telegram 我会告诉你W1788 标股临终响 专门计算主力筹码 掌握标股的攻击模式 底部量说一定是好买点 高档爆量好出货 你只要记住啊 在这里我没有办法每一档股票跟你讲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一些在这里涨多的股票 他拉回来到什么位置你可以注意 在这里甚至细晶元的 甚至PA族群的 最近都不要去追 因为最近面临拉回的压力 希望各位都要操作顺利 任何股票的问题 你加入Telegram里面 你在这里可以发问 甚至你在脸书里面 你可以发问 让我们共创双赢 好的买点 到了 我一定会告诉你 你就尽量买就对了 祝各位操作顺利愉快 谢谢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先不要推荐分枪 参考 这些不够的 一个这些不够的